HELLO 大家好,我是冰的 今天是日本游戏试读 算是比较冷门的游戏吧 毕竟不是大厂出品的 这只坏小猫 这游戏的名称真的是蛮逗的 开发商是日本的Jean 在5月20日开服 早期在2011年时有开发一款猫咪咖啡厅 而到了2012年推出了魔法少女大战 是一款以换装养成为主的游戏 也有简单的战斗系统 然后2016年推出的魔装少女 也是以换装养成为主 但这次的战斗模式改成了弹幕射击 并增加了不少日常互动的要素 2018年推出 与宇宙少女分享日常生活 其实这款不是游戏 就是AR互动拍照 让使用者分享上传 该场上也有推出应用VR技术的VS增田庆春 综合来说开发游戏 并非该公司的主要项目 本次的这款坏小猫 主要是强调音乐节奏感的弹幕射击游戏 我自己玩的感觉上 怪物的攻击频率 似乎真的会跟着节奏变化 尤其是快节奏的变化就特别多 玩家可以选择三名角色上场 每种角色的攻击方式都不一样 可以针对个人的爱好以及Boss特性选择 每场战斗要做的就是 闪避一首歌的时间 然后偶尔放个大招增加评分 初期的难度都不算高 很容易就满心过关 而每个Boss都有对应的属性克制 而属性是以每个角色穿搭的配色来决定 这在教学中没有特别提到 我是后来点说明才看到 也算是承袭开发公司的特色 延续着换装游戏的玩法 而游戏的课金项目就是抽衣服跟一些小宠物 前面提到的属性搭配 你可以为角色穿上不同部位的配件 样式算挺多的 虽然近看的质感不太好 然后还有这个配件穿上去有点诡异 但可以自由穿搭这点还算是蛮有趣的 但如果要好看又强度高的话 就是要靠抽了 另外这界面是有待改善 通常不要覆盖到角色会比较好 虽然单纯在换装领域上 已经有其他热门的作品了 可能相对来讲比较难拉其热度就是 结论 生如音乐则面目可真 一开始玩着其实觉得挺无趣的 但可能是当做听音乐放松 也不用像其他音games玩得那么激烈 所以慢慢玩起来倒也是挺舒压的 缓解一下美式的各种试读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明德 我们下次见 拜拜 谢谢 我们下次见 下次再给全面